我最近在网路上有一个人也很红 但是相信认识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您看到他带着这大大的兔子头套 拍摄这个录影带 而且一次把十首流行乐曲串联成一首歌 非常的有创意 可爱的造型再加上他的好歌喉 立刻吸引了网友的朱毅 原本住在香港的他 看到MV受到台湾粉丝的喜爱 他决定来到台湾拍摄第二支的MV 果然被粉丝认出来 抢着和他拍照 逗趣的动作将带着大大兔子头像的可爱少女 来自香港的SingSing Rabbit 今年7月他将十位国语男歌手的代表作 串成一首歌曲 还特地走遍香港各大景点拍摄录影带 而这个酷熟的MV一在网路推出 立刻有不少台湾网友点阅 Hello 大家好 我是会唱歌的兔子 星星Rabbit 义电视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们 星星Rabbit一到金铜车站马上被现场歌迷认出 引起一阵骚动 好多人马上拿出相机 兴奋地冲上前要求合照 即使工作人员不停帮忙扇风撑伞 SingSing Rabbit还是坚持不拿下头套 只拿着小电风扇拼命往里头吹 不过日前苹果日报趁他休息时拍到半张脸孔 先让想一睹真面目的歌迷们过个小肝影 而来台湾拍摄的第二首MV预定在9月份推出 到时候台湾的歌迷们不仅可以一宝耳福 还可以看看MV究竟拍了哪些台湾景点 一点是学刚志顺一节新北市报道